大家好 我是艾格萌 讓大家久等啦 我今天要跟你們分享的就是我之前答應過你們的 要推出完整版的 不愛我就拉倒的鋼琴教學版 那我今天的影片內容呢 會稍微帶一點比較困難的練習方式 然後還有比較像原曲的一些節奏 那因為這首歌呢 本來就會比較快一點 所以彈奏方式呢也會稍微不一樣 所以可能會稍微有點難度 那不過不用擔心 我還會 我一樣會說明簡單的如何彈奏 那如果說你完全零基礎的人呢 你跟著我的影片學 我相信也是可以彈得很好喔 那我們直接開始吧 首先呢我們先講一下左手 左手幫我記前面四個和弦 第一個是B 第二個是G 一樣都幫我用八度的方式呈現 然後第三個是D 第四個是A OK 這是前面四個和弦 這四個和弦後面也會很常用到 OK 那幫我記得一下順序喔 好來 那我現在講一下右手 右手呢 幫我彈這個 深F OK 它是D的一轉 幫我這樣子彈喔 好來 它可以呢 呃...一直重複 譬如說 這邊大概幫我這樣子彈六次喔 然後就是每敲一下和弦 每換個和弦都彈一次這個 深F A 深F 然後一樣 再一次喔 OK 我示範一次喔 前面三個和弦都是配這個 前面三個和弦都是配這個 OK 然後之後呢最後一個和弦呢 A的時候幫我配A的二轉 然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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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最後一次是 然後最後一次是 OK OK 可能要記一下喔 然後最後一次是 OK 重音可以擺正 深F R 最後 好來 我從整個前奏來一次喔 OK 這個就是前奏啦 好啦 那我們進歌一樣 和弦是一模一樣的 只是我現在呢 呃...變成三個音 剛剛是八度 現在變三個音 譬如說 OK 然後 然後呢 往下 不要跟右手打架 然後 OK 那你也可以這樣子彈 譬如說 你想要更 更像圓曲一點的話 你可以 呃...這個會比較困難一點 不過你可以嘗試一下 就是 左手呢 呃...剛剛兩隻手做的事情 現在只能用左手把它完整 我示範一次喔 你可以先很慢練習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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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這個呢 會比較困難一點 不過你們慢慢練習的話 其實也是可以練得起來的喔 OK 那如果說覺得這個太困難了 我們可以就是砸和弦音就好了 一樣 就是前四個和弦 然後 然後 最後 OK 那我們來講一下右手囉 右手呢第一個音幫我彈深F 從深F開始 好 我彈一次喔 好 這是第一句 然後 OK 然後第二句的 第一個一樣 然後 好 再來 比較細微的變化是 一開始是 好 那現在幫我彈 然後 往下 OK 這個是前面的 好 來 我們試一次喔 一模一樣 一模一樣再一次 這邊不一樣喔 OK 這就是 最前面的 最前面的 主歌 OK 那我們現在呢 繼續往下 那我們 譬如說我剛剛說比較 難彈的方式 你可以變成說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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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想要用比較困難的方式 比較像圓曲的話 你可以這樣子彈 不過這個的話要練一下 那重點是什麼呢 重點是右手一定要比左手來的重要 譬如說我今天左手不可以搶右手的風頭 這是錯的喔 那我今天就是伴奏所以要小聲 OK 好 那我們往下 如果說覺得太難的話 就是記得用雜和弦的方式就好了 好 那我們往下囉 往下我們先講一下左手 左手其實很像 只是把最低音的更音換掉了 一開始是 OK 再來呢 很像喔 只是動一下小拇指往下一個音 OK 那一樣還是小拇指在跟動 往下半音 OK 這樣比較難彈 因為手要比較大一點 OK 好 前面三個是這樣 那你們可以怎麼彈呢 你們可以說 譬如說用爬音的方式 我從這邊開始爬 然後 和弦都是 這是我更音換了 好 那右手呢是從B開始 然後換更音 然後換更音 再換一次更音 OK 這是右手的部分 OK 那我們試一次喔 譬如說 OK 最後呢 幫我彈G 然後這邊注意一下 彈到這個深F的時候呢 左手跟上 好 彈到E的時候呢 幫我彈深A 這邊 這邊要記得 這邊比較困難的 要連續換 然後彈到RE的時候又回到 OK 所以整個連貫起來是 譬如說我今天用爬音的方式 OK 我慢一點再試一次喔 OK 最後是深F 然後深A 然後獅子的變化呢 一個是深D 其他都是八度 然後一個是深F 然後回到B 好 那我接一次喔 我從頭開始接一次 譬如說我今天用比較簡單的方式彈的話 再一次 OK 然後往下一樣 一樣的東西 這邊記得 最後是直接彈句 這個拿掉了 直接變成這個 然後回到A OK 我講一次右手喔 一樣的東西 C 深 DO DO RE C 深 DO 兩個號 然後 最後是 RA RE MI 深 FA MI OK 我很慢很慢的台詞喔 C DO ist 一樣的 所以這個拿掉變成G 然後回到A 再來就是副歌的部分 副歌我先講一下右手 旋律你們比較了解 所以右手先把它解決 右手一開始是G OK就是收聲發 E REN E REN 然後呢 往下一樣的 然後 OK先這樣子就好 再一次喔 OK OK那左手怎麼彈呢 左手先幫我彈D 然後呢回到A 然後再來是G 然後有一個很短暫的A 然後回到D OK聽不懂沒關係 我直接接著右手彈一次 譬如說 我和弦是這樣子 OK可以嗎 那如果說你想要比較正常一點的彈法是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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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要注意一下 右手原本是一個是G的大七 然後換成Gmine 然後一樣然後往下 OK我試一次喔 然後呢往下 往下是Rap的 我們等一下再特別來講一下 所以呢你可以怎麼彈 我們現在比較簡單的彈法就是 我今天先彈一樣先雜和弦 OK 好啦那我Rap來特別講一下 Rap的話呢 比較困難的話是因為 它都是有點像半面的方式 所以它會很長在同一個音上面 那我先講一下右手 右手其實很簡單 就是一直敲這個就好了 但是你可能要帶一點它的 歌唱的節奏 比如說 然後再來一次 OK整個是這樣 然後往下 OK整個會是長這樣子 OK那可能 就算 講直接一點 你如果敲錯音 其實也沒有關係 因為它其實就是 建立在一個和弦上面 譬如說 你現在聽右手很奇怪 可是我現在如果說 連和弦一起加上去的話 譬如說我可以再加兩個音 譬如說 我就一起敲 但是我重點是這個聖F 然後往下接回主歌 然後再接一次副歌 其實就是後面是一模一樣的東西 那我rap呢再講一次 你今天可以說 譬如說我今天rap的話 我這樣子彈 OK 你要這樣彈都可以 但是我重點是聖F 不要記得 那和弦不要敲錯 一樣是 D先 然後A 然後G 然後又一個很短暫的A 然後回到D 我再一次 我慢一點喔 我從前面一點開始接好了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边可以有个过门 比如说一个Gmine 然后回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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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后面呢 其实就是接到 一样 主歌 副歌 然后我整个带一次 那后面呢 再接我们上个影片的 那个 教学有一段 钢琴独奏的那一段 套进去呢 然后最后接起来 就是整首歌啦 那我现在呢 稍微讲一下最后面 最后面再讲一下 就是差不多整首歌的内容 最后面呢 他再带一次主歌 比如说 然后直接到结尾了 然后 一样的东西 原本是D 然后A 再一次喔 一样接曲 你可以这样子做结尾 因为他最后好像是机车的声音 然后结束 然后你最后可以留在B上 OK 这就是整首歌啦 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结束了 希望有帮助到你们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呢 请记得帮我按赞 订阅 请分享我的频道 那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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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